今天我来到了基隆市 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很特别的小学老师 他叫做沈亚琪 沈老师本身是一位发展迟缓儿的母亲 她为了陪伴自己的女儿做复健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而同时她又是一位班上有两位特殊生的导师 不管在家在学校 她都战战兢兢地教导特殊儿 是个名副其实 守护身杖孩子的铁金刚妈妈 雅琪是基隆人 今年38岁 从小她就活泼直率 更是一个运动健将 她从民国87年就开始在小学任教 27岁的时候 和17岁时就相识相恋的老公结婚 先是生了两个男孩 隔了几年之后 又怀了一个女孩 但是这个满心期待的女儿 却因为早产 除了一位中度发展迟缓儿 我前面生两个儿子都是非常高大 她们两个都3500公克 她怀了女儿以后 生出来的时候才2300 我想说应该是女儿会比较娇小 好啊 不要像哥哥一样这么巨大 那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她生出来的时候 她有一点点早产 妈 从来哪里 那第一次发现她有比较小 比较慢是在四个月的时候 被那个医生臭骂一顿 她说你是没生过小孩啊 那个小孩子小成这样 啊你是怎么喂的 就要叫她拼命喝啊 你怎么会都不喂咧 说我有喂啊 但是她就不喝啊 她说她生长迟缓的很厉害 那不仅是生长迟缓 还发展迟缓 妈妈 妈 妈妈 妈妈 妈妈妈在楼梯那边 妈妈 你眼睛没有戴喔 那她在两岁以前 身高跟体重的生长区线 都在零以下 那我还想说 如果她那个时候 有跌倒受伤 送医院的话 她还是受虐儿之类的 没有呗 没有啊 那口上有没有呢 哎 弹得好吗 生活一向顺遂的雅琪 刚开始面对女儿的问题的时候呢 也曾经沮丧的 好像没有明天似的 的确 要带大一个特殊的小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当中的各种辛苦啊 是只有当过特殊儿的家长 才能够真正的明了呢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像鸡发糕的 天哪 自从带我们家女儿 去复健以后 我才知道真的很辛苦 她十个多月在复健的时候 每一次去复健都在里面哭 然后就在外面掉眼泪 因为她很怕生嘛 然后就她在里面哭 然后在外面哭着 妈妈 过好的 喵 喵 我觉得她会喵 她会喵 喵 大班 由于中耳不适 使她听力受损 鼻梁上还架着深度的远视眼镜 年纪小小 却已经连续三年进开刀房 雅琪带着她 接受各种复健课程 几乎是把所有的假期 和平常玩乐的时间都牺牲掉 只为了换取她一点一滴的进步 我们先来准备材料 之前上班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同事 那同事可能记性不太好 每一次遇到她就问我说 你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吃了什么东西 让她变成这样 还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都会下一个结论说 一定是你做人不认真 每次听到这样的问话的时候 我就会重新的去想一次 我到底吃了什么 我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她这么辛苦 对啊 所以你这样子问之前真的 或者是开玩笑之前 真的要想一下对方的感受 你这个随便一句问话 可能会让人家心如刀割 对啊 她哭了啦 我觉得打击最大的是 拿到身材账来锁册 我们没有想过说 我的小孩会是 会拿到锁册吧 每一个身杖朋友的照顾者 都需要喘息的空间 那么雅琪是靠什么来疏压呢 答案呢 就在这小小的厨房里 她在这里研究各种制作面包 还有甜点的食谱 每一次当她完成一样美味的烘焙成品 就能够带给雅琪心里大大的满足 慢慢地自己就调试心情 我都会一阵子就会沉迷在某些东西上面 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 然后来分散注意力这样子 我在妹妹四岁的时候 我有去读研究所 每天的四点到六点 就是我要写论文的时候 那研究所读完了以后 突然不知道四点到六点要做什么 后来就开始去逛街 每天的四点到六点都去逛街 买很多的衣服啊 然后就东买新买这样子 也买得很开心啦 什么时候要找哪 今天早上三点 我之前是做叠谷巴特 就是买很多的袋子 很多的餐巾纸来做成美美的袋子 然后全部送人 后来发现烘焙好好玩哦 竟然可以蛋啊 面粉啊 就可以做出这么多变化 这么多的东西 那四点到六点那一炉 是带去奶妈家 跟奶妈分享这样子 那早上三点多四点 起来做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早餐 那其他的就带去学校 跟同事还有小朋友分享 那现在每天都做很多 就是会做完以后就跟别人分享 然后就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子 这一盒都破了不要照了 我们来野餐 谢谢老师 我们有一个本土课程 然后就会来这边看我们这边的环境 它这边有花 然后还会有鹅跟鸭子 对来看蜻蜓 很多蜻蜓 然后来这边做本会的教学 好坐下来 一二三 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那时候选择的题目是 吃蜻蜓的母亲的心路历程这样 那那个时候看了很多 就是跟我一样的吃蜻蜓 或者是身性障碍的妈妈的那些部分 那我后来发现说 他们的状况都比我们家女儿 严重很多 可是人家都很真相啊 那人家都可以站起来 都可以努力的为她的小孩子新生 那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现在呢 来到基隆市的常乐国小 亚琪在这里任教多年了 这个学期啊 她又担任高年级的导师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呢 她待的五年一班 有两位特殊生 基于同理心 和做老师的天职 亚琪非常关照特殊的孩子 班上的其他同学呢 也同样受到老师的影响 对待特殊生 有如手足一般 同学们的感情是特别的好的 我们班有两位都 就是生病的小朋友 一个是脚 就是会有一只带 有一只小 那另外一个 就不太能够走路了 但是我觉得她还不错是 她会主动要求说 她要站那个站立架 因为她长期都坐在轮椅子上面 怕会没有走的话会萎缩 所以我们就去借那个站立架 其实那个站立架是很不舒服的 第一次我去借那个站立架的时候 我看到我就哭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小孩 还要被绑在上面 绑在她的正立架上面 好 现在身体弯掉了 一阵 坐上来 手脚上来 好 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影片哦 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小孩 什么叫虫恶劣 就是我们说的兔虫对不对 这边 嘴虫这边裂开 你看她们整天都是笑容满面哦 现在老师正在播放影片 让学生可以了解身心障碍者 也激发他们的同理心 就像陪伴他们的特殊同学一样 希望将来可以帮助其他的身障者 我不断地去跟小朋友讲说 他的辛苦 那你去让他们感受到说 真的 他们自己可以这样子跑跑跳跳 那周家不行 他们会去想 他真的是需要帮忙 所以我们班没有人去笑过他 下课时间同学就会带他 绕一绕 走一走 然后在教室看一遍 就是有时候就下课很无聊啊 然后就会去跟他玩啊 然后老师也说带他去逛逛 所以我每天下课都有带他去逛 我是谁 我是霸 老师就说他很辛苦 就都帮助他 就想说我会吹就吹给他听 他这样都很高兴 拜拜 同学们悠扬的笛声 虽然我听不到 但是我相信 身上同学一定可以感受到 借此放松心情 看到这么多同学 卖力的演出真的很欣慰 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 我可能想到说 我们家女儿以后上学 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不知道她以后遇到的老师 遇到的班级会怎样 但是如果我自己都不做 我自己都对这些生长的小孩子 会有一些不开心 或是歧视的话 那以后别人会怎么样看我的小孩 所以我用妈妈的角色 心态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去在意那个小孩子的感受 在意那个妈妈的感受 我的小孩被排斥 被嘲笑的时候那种痛苦 好 浩瑞带你去走走咯 好 按下课时间 浩瑞就会带她去走一走 几乎每一节 她们两个就很好玩 浩瑞很照顾她 王浩瑞 她是六零一班的 有疑是她新来 很多人都不会用那一张椅子 因为我已经摸手了 我这样出去走一圈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教她们 我就教她们 之后可以从她的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疏解压力等等之类的 有的时候她心情很不开心 她在那边大吵大闹 我可以慢慢去学习说 怎么去让一个人的心情 越来越平静 要怎么跟她对话 因为妈妈有跟我讲说 先让她发暖脾气 之后我再跟她讲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你会这样 理由是什么等等的 我会跟她讲 冰冰的 好爽喔 她咬了我们那个 一泳池的水啊 这样子可以让她 感觉到水的温度是跟 她平常的 可能她自己是不是也会感觉 是不是跟在家里摸到的水 会不会不一样的 妈妈说你可以吃馒头对不对 我昨天就有吃的 真的喔 对 这个是网路上有一个 卖馒头的卖家 她说她在网路上 看到小朋友的故事 所以觉得很感动啊 就说要来帮她们加油打气的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你们喔 谢谢你们平常的帮忙 还有很好吃 很好吃喔 不是老师做的喔 是那个乔阿姨送的啦 第三十七页 你先听听看 融合教育的精神 就是多元学习 彼此福祝 不管是特殊孩子 或是一般孩子 都能得到快乐学习的机会 因此在雅琪的班上 虽然有重度障碍的学生 却不需要家长的陪读 因为雅琪知道 让身上家长有休息 和自我的时间是多么重要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小孩 我会发现妈妈需要很多的休息 需要转换心情 要不然一直跟这个小孩子 24小时在一起这么辛苦 妈妈不忧郁也很难 像周佳她妈妈到我班上的时候 我是跟她讲说 你就把小孩给我就好 你就回家 看你是要去逛街啊 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啊 还是去上班啊 什么都好 到学校来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责任 她上学的时候 你足够的放松 放轻松 储备好能量 四点的时候 换我要休息的时候 你要来接她 然后我休息换你去忙 这个妈妈要忙一辈子 我只忙这两年 我很幸运啊 对啊 我很觉得说 我可以帮上这样子的忙 我觉得很开心 开始咯 你脚要抬起来哦 也很感恩啊 她应该也很感恩啊 看她每天都那么开心 小朋友的一些耐心爱心 我们就很感动 看她肚子饿啊什么的 就会问一下 然后就会自己做蛋糕 做点心给她吃啊 好棒哦 所以我们大家都想要去他们班 她会尝试着 让她班上的学生 其他一班的孩子 去用一个比较自然跟正常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的特殊孩子 让她知道这是我们的同学 她不是特别的人 她没有在特别的地方 她就是我们501班的一份子 那我想 你能够用同情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这个我们常常看到 可是你能够用接纳的态度 去接纳别人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 都是钟老师帮她 我是女生啊 不太方便 那有的时候还是会太重 会抱不动 然后就她会来帮忙 我们学校真的很多老师 都很有爱心 学校本身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产生 我认为是因为 长期大家互相要是 孩子有什么问题 会互相去支援 才能够形成这种文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校也要感谢我们雅琪老师 包括之前作家的吉恩老师 那特别也应该要提一下 我们雅琳老师 他们虽然是隔壁班的老师 但是两位老师最难能可贵的 他们会相互扶持 有时候有一方 当然已经有点泄气的时候 另外一位会帮她打气 这是很难得可以看到的 一种教师文化 也是这个学校 蛮特别的一个特色 现在要做什么 要跑 结果 好不安 你是什么 我是大师裁判 预备 开始 其实我们两个合作长期的默契 他决定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跟在旁边支持他 然后他做他可以做的 我做我可以做的 我们给老师一个正向的支持 然后给孩子一个肯定 所以当你们进来拍摄的时候 是孩子已经适应了 而且是很开心的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在这一个多月的阵痛期 大家的辛苦跟努力 就是没有排废 因为这个孩子他会更好 那现在我们希望说支持他 有一天他可以走 有一天他可以跑 有一天他可以跟同学一样打篮球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信念 好高兴啊 大家先一股作气地冲出去 后来发现轮椅跑不快 就通通又回头 跟着轮椅一起慢慢地抵达终点 诶 沈老师喔 他就是一个比较像侠女的老师 他个性很刚直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应该做就要做 不应该做他就是不能容忍 尤其这样特殊的孩子 他是特别在意 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去的第一个礼拜 坐下压力好大 他知道老师爱他 然后他觉得好累喔 好恐怖 我觉得师生之间就要慢慢去调试 那浙教调试得很好 那沈老师调试得非常积极 当我接纳浙教的时候 不是只有改变浙教 他会改变自己去适应浙教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他们师生之间 配合得非常好 那所以说 我觉得对浙教是一个成长 对沈老师也是一个成长 我要跟他说 我爱你 老师我爱你 你们要爱你吗 哈哈哈哈 干嘛这样子啦 你 哈哈哈 假装哭 哈哈哈 假装装哭 所以他也很感性 一个男士吗 哎 受不了你 这样 哼 哼 哼 好了 哼 哼 我真的带过很多种的 生长的小孩 那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问题在 我们在接这些小孩的时候 并没有做过值钱的教育 就像说我现在遇到的是 身重病的小孩 那没有人告诉我说 他们的病况会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扶他 怎么样去报他 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去找资料 然后去跟特角老师聊 那我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就去问妈妈说怎么办 所以一直在尝试 一直在错误中学习 我觉得这样让老师是很恐慌 又很不安的 那如果说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 那这些小孩真的很受苦 所以我常常会在FB上面 写一些我遇到的状况跟心情 还有我怎么样去教育我的学生 我很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 让这些教育可以让很多人知道 以后我班上也有特殊生 上学就不会遇到困难 耶 到了 哇 哥哥好有力气 比老师还有力气 后面蛮生悍的 今天可能太兴奋了 太开心了 看到这个帅哥哥 看到帅哥哥哦 是吗 他说我是帅哥 所以很开心便宜练习走路 是吗 或许是爱乌吉乌的心理因素吧 雅琴老师看到特殊的孩子 就会忍不住想要保护他们 他绝对不容许不公不义的情形 发生在特殊的孩子身上 完全是一个铁金刚妈妈和铁金刚老师的作风 不过我也希望雅琪老师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 这样才有完整的体力 保护孩子和学生哦